狗眼看中国,中国天天讲 大家好,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个轻松点的话题 昨天晚上,狗哥呢,终于把《权力的游戏》的最后两集看完了 大家别耻笑我,因为最近两周实在是比较忙 做这个时政视频自媒体啊,确实不容易 每天呢,都要关注事态的最新进展 还要看很多资料,然后还要思考很多东西 所以呢,就很忙 上周的《冰火》第五集就没看 干脆呢,就放在这周和大结局就一块看了 《权力的游戏》这个剧啊,算是结束了 真的是特别好的一部剧 狗哥这几年追的剧不多 《权力的游戏》呢,是一个,也算是铁粉 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美剧 或者其他国家的好的电视剧 也欢迎留言,向狗哥来推荐一下 那我知道很多粉丝对《权力的游戏》这个大结局呢,很不满意 对最后的剧情很失望 甚至有超过130万人请愿 要求HBO要重拍最后一季 那重拍肯定是不可能的 粉丝们的这种愿望啊,其实也是反映了对这部剧的这个喜爱 对这部剧的一些独特的这个感情 就是说呢,大家其实是不愿意就这么结束 因为在过去的九年啊,这部剧是一直陪伴着大家 很多人呢,从少年看到青年,从青年呢,又看到中年 或多或少啊,都留下了这个一些印记 或者说是变成了一种牵挂 所以说,一下子就这么结束了 特别是最后一季的这个剧情啊,节奏很快 忽然一下子就这么结束了 肯定很多人觉得不太好接受 这个呢,完全可以理解 那狗哥倒是还觉得最后一季的剧情吧 呃,完全可以接受 甚至说,算是比较好 可能是因为我看的都不是那么及时 所以呢,都是先看到差评 期望值呢,就会变得比较低 等到去看这个完整的剧情 反而觉得没那么差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心理 《权力的游戏》最后一集是在星期天晚上播出的 今天已经是星期三 所以我估计粉丝们啊,都应该已经看过了 即便是在中国大陆 因为在中国大陆 腾讯视频是这个剧的唯一合法的这个播出平台 但是偏偏最后一集,这个大结局 在腾讯视频上啊,被封杀了 这个呢,让很多买了这个腾讯视频会员的网友呢 是非常的气愤 不过虽然在腾讯上看不了 但是在中国大陆啊,还是有太多的渠道可以看 这个呢,对粉丝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为什么腾讯看不了? 腾讯的解释是说是因为介质传输问题 介质传输这个词啊,其实不常见 一般人呢,也理解不了 在中国啊,有这么一种现象 大家看对不对 就是说,凡是喜欢用一些比较生僻的词 用一些不太好理解的词来描述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十有八九,有问题,有猫腻 就像腾讯用的这个词,介质传输 介质传输有问题 他们呢,是故意或者说是不得不用一些这个比较难理解的东西 来掩盖一些很明显的东西 但是呢,在现在这个信息自由的社会啊 这种手法呢,基本上不管用了 你像腾讯说了这个介质传输问题之后啊 马上就有媒体联系,权力的游戏的出品方,美国的HBO HBO的发言人说,不存在什么传输问题 腾讯停播最后一集,是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所以这一下子就清楚了 那就是出于一个政治的原因 腾讯作为一家商业公司啊 肯定不会说不要流量,自断财路 所以不会是自己因为爱国,反美,来停播最后一集 其实呢,就是中共的中宣部 直接下了指令,要求腾讯停播这个大结局 那腾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没分呢,向网友们解释 是因为中宣部的指令 只能用了一个很难理解的说法 介质传输问题 所以呢,还是狗哥这几天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 真正阻碍中国企业良性发展的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过于大的权力 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你说中国政府,国家安全部 如果要求华为,中兴,大江这些公司 包括海康威视 要求他们用他们在国外的设备来配合情报工作 你说他们能不配合吗?不可能不配合的 所以说人家美国政府对你不放心 把你放入黑名单是完全有道理的 那中宣部为什么要封杀这个权力的游戏最后一集 其实呢,也不是最后一集的剧情有什么敏感 那为了让大家都去看五六十年前的这些老电影 所以呢,中宣部就命令腾讯停播权力的游戏 不让这部美剧来抢夺观众 最后一集呢,就刚好赶上了这个时间点 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 说愿意看那些老电影的 和喜欢看这个权力游戏的 根本不是一类人 封杀权力的游戏 网友们呢,也不会就去看看不原创老电影 这个呢,想法很对 这是正常人的想法 但是你别忘了 中宣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想法呢 他们的想法往往不正常 他们的思路啊,很清奇的 他们就是认为 现在正进行反美宣传 所以呢,其他热门的 受欢迎的节目就得让路 更何况权力的游戏呢 还是一部美剧 传播的是美国的价值观 所以呢,现在必须得封杀 至于网友们怎么想 满意不满意,那无所谓 这个呢,也是权力的傲慢 你还真没辙 你能怎么办 最多偷偷的骂两句闪避 但是有什么用呢 叫燃病鸾 其实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也看这部剧权力的游戏 据说呢,也算是一名粉丝 上个月啊,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 习近平最近在会见一些外国访问者的时候 估计是美国人 他主动说 我们要确保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不会像维斯特罗的七代王国那样陷入混乱 据说啊,他这个话当时让美国人感到很惊讶 他没想到 习近平这么个共产党的领导人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美国人比较熟悉的能听懂的话 南华早报的报道还说呢 因为习近平很忙 没有时间看每一集的全剧 他看到的权力的游戏啊 都是经过精心缩减过的版本 都是一些精华版本 所以呢,其实腾讯的网友们可以感到满足了 因为你们看到的是删减版 里面的床上的镜头和太雪性的镜头都删了 习近平看到的也是删减过的版本 虽然删减的内容肯定不一样 但毕竟都是删减版 你们和习主席呢,其实是一个待遇 那除了习近平 中共的另外一名领导人李克强 也提到过这个权力的游戏 也是在上个月 李克强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 也就是这个君临城的取景地 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他在讲话里提到了这个权力的游戏的最后一季 还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不是权力的游戏 而是合作共赢 那从李克强的讲话里 狗哥判断 他本人应该是没看过这部剧 他提到应该是他的秘书在他的稿子里加进去的 是为了让东道主高兴 因为会议呢 毕竟是在克罗地亚开的 这几年 由于这个权力游戏这部剧的帮忙 让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地亚的名气 在国际上呢 是大有增长 另外呢 狗哥还一直认为李克强是一个比较乏味 比较无聊的人 他的气质呢 跟冰火不搭 所以呢 应该不会去看这部剧 那中宣部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把权力的游戏的最后一集给进了 这个呢 肯定不会影响习近平去看 那我想 习近平看了这个大结局之后啊 这个剧情肯定对他会有些触动 也会对中美贸易战有些新的想法 因为是权力的游戏嘛 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时时刻刻想的啊 其实不是争计斗争 而是权力的游戏 权力的斗争 习近平呢 他本人也特别喜欢中国作家二月和的书 康熙大帝啊 雍正皇帝啊 乾隆皇帝 里面呢 也是权斗啊 主要讲怎么当皇帝 这个权力的游戏的大结局 里面最震撼的一个剧情 我想大家肯定都看过了 所以呢 狗哥在这说一下也不算是剧透 那狗哥认为 大结局里最震撼的一个剧情 就是John Snow把龙马给杀了 我想呢 这个也是出乎很多粉丝意料的 就那么轻易的 悄无声息的 把龙马给结果了 真的是很残酷 特别的残酷 权力的斗争真的是很残酷 因为龙马失去人心了 他在军林城放下武器 敲钟投降之后 由于内心深处复仇的种子 由于内心的怒火 他还是失去的理智 骑着龙用龙的火焰毁灭了整座城市 几乎所有的无辜平民都被杀死了 当然龙马认为这些人并不是无辜的 他们可以说是Circe的帮凶 滥杀无辜 那这样龙马就成了邪恶的化身 站在了正义的对立面 那代表正义的John Snow就没办法了 他只能把龙马消灭了 尽管他们是爱人也是亲人 是那个世界上坦克利安家族仅存的两个成员 但是他没有选择 或者说呢 是这部剧的编剧们 是西方的主流价值观 让他没有选择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 光明与黑暗 正义与邪恶必然要进行较量 而且光明必须战胜黑暗 正义必须战胜邪恶 这个呢是好莱坞的主流价值观 也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 那习近平看了大结局 狗哥认为呢 他不会想到这一点 他最可能想到的是龙马 他拥有那么大的权力 击败了那么强大的敌人 但是最后 是被自己的身边人杀死的 这个呢应该是他最大的感悟 所以呢 一定要加倍小心自己的身边人 这应该是习近平看这部剧的最大收获 特别是当前 中美贸易战 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正在展开 这也是一场战争 川普是习近平的敌人 但是呢 在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 在习近平身边也有很多敌人 在这场战争中啊 习近平走的是强硬路线 即便是爬雪山过草地重新长征 也要把贸易战打下去 但是呢 有很多中国人 对他的这种路线是不认可的 有哪些中国人 我想主要是私营企业家 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中产阶层 另外呢 还有中共内部 中国政府内部的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 他们是不愿意跟美国全面开战的 这两天 华为老总任正非 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 在大陆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和共鸣 那我想呢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别看最近中国国内反美的民族情绪 特别高涨 但是基本上都是中下层 二三线城市 在接应阶层 在一线城市 有很多人呢 是并不认可习近平的做法 现在这些人啊 就是习近平的敌人 也是他要警惕的对象 特别是中共党内 中共党内的高层 有这些看法的人 因为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全面开打 中国的经济啊 肯定会越来越困难 这样中共党内对习近平质疑的声音 对他的领导能力质疑的声音 就会增强 如果经济真的很困难 甚至说要崩溃了 出现一个类似John Snow的人物 把习近平废掉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呢就是政变 在中共历史上呢也发生过好几次了 你像所谓的粉碎四人帮 8964之前的搞掉赵紫阳 其实呢都是这样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狗哥的节目 现在就点击屏幕上的狗狗图标 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明天见 拜拜 了解 你的帅神